以前的香港娱乐圈可谓是美女云集,很多女明星都是美的各有特色,比如关芝林以及蓝结英,她们是同一时期的女明星,只不过现在的命运有些不太相同,蓝结英于前几日被发现在香港巨市,想年55岁,这应该算得上是红颜薄命吧,她们两个人年龄相差不多,但命运却是天壤之别。 关芝林这一次接受采访时,带着一个价值商议的项链,项链上的蓝色钻石全部都是精品,而且关芝林还表示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买保质珠宝的人,自己所有的珠宝都是攒钱买来的,不过现在应该不太会买了,因为家里已经放不下了,而且基本不会考虑把珠宝卖出去,除非自己没钱了,或者是死后直接捐出去。 而关芝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,就被记者问到了蓝结英事件,关芝林自己说自己和蓝结英其实并不认识,觉得非常遗憾,而且还表示看她的精神状况,于是其实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。 如果一直没有人照顾,没有人关心,去到另一个世界,可能会更加开心。 而同时记者也问起了关芝林,对曾志伟蓝结英事件的看法,因为很多人都说蓝结英的离世,胡当年被信欠事件有很大关系。 而蓝结英自己接受采访时曾说过信欠她的两位大佬,一位已经离世,另一位则是曾志伟,关芝林和曾志伟合作过多次。 但她似乎言行中也在为曾志伟澄清,她表示无凭无据讲不太好,对男帮女帮都不好,可能她精神状态不太好之下讲不清楚,或者是讲错话,讲错话三个字,就能看出她的态度。 她似乎还是站在曾志伟这边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